为了传承碎石技艺文化 佐西湘公所在清水部落一处农地 举行的布农族的播种技艺 播种技的活动呢 也特别安排了巨木 劈财传统竞技项目 部落族人跟学童踊跃参与 共享传统生活技能乐趣 当地布农族人每年完成开墾技后 大约在12月到1月份 会举行播种技艺 祈求小米顺利生长 杜绝 虫害同时丰收 由于部落青年 人口外流 同时缺乏行政人力 佐西湘部种技 近年来都是由公所来承办 宣定地点之后 就请部落参与办理 希望达到传统文化传承目的 特别是这个和销 每年都会出问题 所以我们公所就在这方面 就来协助 不要让他们伤脑筋 他们只要全程的来参与就可以了 播种技艺 佐清跟卓乐国小学童 除了展演外 也在长者指导下参与播种复土工作 学习部落传统文化 播种技活动也特别安排了剧目 批材传统竞技项目 部落族人跟学童踊跃参与 共享传统生活技能乐趣 记者高雄霜卓西乡采访报道